到今日都摸到搜索 让我们一起风雨见诚 风雨过的情 一起看彩虹 来吧 我们祈祷 梦想指引方向 微笑面对风浪 我就是我 来吧 我们祈祷 天然茫茫 心情和我同时 也许 不管这世纪如何变化 就算灭门路 关关空城看 只有你为我 我们擦掉汗水泪水 再出飞 来吧 我们祈祷 梦想指引方向 微笑面对风浪 远去的时光 来吧 我们祈祷 在心人海包包 记起来我都是 未成立不得疯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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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送你一朵小红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晚了点啊 稍微晚了几分钟 就跟大家简单通报一下2034杯最新的 洗了头 洗了头 睡觉了 现在头发就变成这样了 头行可以吗 还行是吗 今天呢 也想休一休息 因为晚上 比利时对威尔士 还是值得关注的 明天晚上呢 有日本对韩国 比赛到底是为什么呢 然后小孔啊 小戴啊 小男呢 那几个人呢 都小 他们有的回答呢 就说 因为教练那个 让我们自己去商量战略 这个呢 这个呢 对我们来讲是个锻炼 我说呢 这肯定是 我说但是这种比赛呢 我说但是这种比赛呢 最重要的呢 我是为了保证你们对于足球的热情 啊 对胡呢 对保证你们对足球的热情啊 我说因为呢 我们在北京呢 这个 真正的这种比赛呀 不多 现在想出外地呢 也不是很容易 用对内比赛呢 来保持你们对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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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的这种欲望啊 这种热情 我说当然了 我说我说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的训练当中啊 最多的就是这种笑容 我马上可以发一组 啊 啊 这是我们这个家长拍的 那他们并不认为这个训练是很痛苦的事情 还有一点呢 我说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是想 为什么呢 因为 那些中国人呢 都喜欢 就是内斗 啊 这是一个 这不能怨孩子啊 就是所有小象 从成立 可以对抗他 啊 因为 他肩负着很多 有一些就是我 我可以输给外面人 但是我自己人 俩个闺蜜 都都喜欢一个男人 男人 俩闺蜜最后能打起来 能打的血乎辣的 他们其实也未见得就是一定非得喜欢的男人 他们想的就是说 我不能输给你 啊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 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这种对抗呢也是 可以讲前所未有 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就如果说 热情 和这种干劲 如果能够 运用到每一场 比赛当中 那恐怕这个 场面和结果啊 都都可能会更好 但这个呢 也确确实实 我想断了你们心里 因为 这种比赛呢 反而呢 对于你们来讲很重视 然后也很投入 在意输赢 我说这可以 在意输赢 其实很 没有什么错误 你足球比赛 你比赛你不你不想赢 你干嘛呢 但是呢 就是你在追求 胜利的过程当中呢 你不可能 都是一帆风水 这种分组呢 他不可能说是 一个队总赢 那你要一个队老赢的话 那些人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些人呢 留他干什么呢 是不是 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对心里是个 是个磨炼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说老二 我说老二呢 上一场比赛呢 踢的 就是 昏昏噩噩噩 而最近这场比赛呢 踢的是意气风发 我说这什么原因呢 每天时间 我说是因为他 哎 队伍更 他也 当了队长 有更多的责任感 这其实都是心里的作用 然后我说这个民主队 民主队上一场踢得很好 这场被包袱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赢怕输 因为上一场赢了 啊 上一场赢了 就跟打麻将似的 头天赢了 第二天上来 就开始这个 就保守 就老想呢 守住胜利果实 南 坐江山更难 这些呢 其实都是对孩子一个心里的 一个磨炼 就是中国足球呢 中国清训这么多年 培养的孩子 培养的 想大了呢 不行 有的是今里的 真的从小练 从小练都不见得能练得成 为什么呢 因为心里有很多东西是天性 是天性啊 你比方害羞 害羞有可能到50岁害羞 我就很害羞 我从小我到现在 我也害羞 我要是见着女孩 我就不愿意说话 我特别 虽然我在KTV工作过吧 但是总的来讲 我还是比较害羞的 这是天性 这是天性啊 所以有的孩子呢 就是骨子里边 他就刚强 他就刚毅 有的孩子呢 可能永远都是 他复杂 他复杂呢 不代表他软弱 而是代表着他可能更多的责任 他想赢 但是他想 为这个集体呢 要负责 这负责呢 就不能随便来 不能随便来呢 可能就会保守 因为这中间呢 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呢 反而会让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水平发挥呢 会大打折扣 那相反的 有一些孩子 你看着没心没肺 甚至没头没脑 但是呢 他在场上 他心无旁骛 哎 他就把自己的水平 能发挥多少 就发挥多少 他水平低 他80% 但他发挥了90% 这一共是72% 有的水平高 比方是90% 但只发挥了60% 这是54% 所以呢 从小 磨砺孩子的心理 其实是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有一些东西呢 不是说很容易 短时间内去改变的 不论是技术还是心理 但是呢 你要不断的去磨炼他们 然后给他们形成一种心理暗示 他们现在彼此呢 有的时候是 他就久而久之呢 他就会形成一个对抗 他觉得我们民主 对抗的自由 我们自由呢 要去战胜民主 这固然呢 也没什么错误 但是呢 我今天就跟他们讲了 我说 你们所有人 都是每一个人的 进步的基石 你们是一个队的 其实你们相互之间的这种衬托 相互之间的这种协作 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对吧 你只有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你才能够表现的更好 发挥出更好 一个人达不了天下 梅西 他也不是说 在哪个队 哪个队就能百战百胜 我说你的对手呢 你的对手也同样是你进步的 基石 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对手 你天天在这虐菜 你进步不了 所以在这个屋子里呢 所有的人 你看一看 周围所有的人 甭管他是民主的还是自由的 但事实上呢 都是你进步的 这个很重要的因素 都会给你带来进步 就看你怎么去想 所以这 我啪 我这个讲话 我一讲完 我看孩子频频点头啊 频频点头 然后今天的训练就热情高涨 所以有的时候呢 跟孩子的这种 这种沟通呢 还是得有一些技巧 得有一些技巧 就是你既不能让他 仅仅就是一个 一个听从服从 对吧 但你又不能让他天马行空 你还得给他规制一些东西 让他们渐渐的 建立起来一些东西 昨天呢 比赛当中呢 有一个孩子下底船中 另一个孩子倒地铲球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孩子跳起来 要躲 然后呢 那个铲球的孩子 往前继续滑 落地的时候 就踩了那个孩子 踩着那个孩子了 踩着那个孩子了 踩着那个孩子了呢 完了 我当时呢 我没看清楚 因为我在那直播嘛 然后又看弹幕什么的 我晚上回家 大概凌晨两三点吧 昨天晚上 我睡了我就起来了 两三点钟 我看到这个画面了 我看到这个画面呢 我看见 就是被踩的那个孩子呢 就在地下就疼 嗷一声 踩着那个孩子呢 就转过身来 就这么看 也没有过去去 打一声招呼 结果起来 那个孩子呢 就站起来 就要跟那个孩子 就去杠去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为什么踩我 当然最后也就 也没怎么着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镜头之后呢 我是很长时间没睡着觉 我把这个镜头呢 就发到了教练群里边 凌晨三点多 凌晨 凌晨应该凌晨三点多 我发到这个群里面 我就想 我就跟我几个教练 我说你们给我看一眼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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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是不是是不是这个 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 我我我我爱的杨征和乌尔肯 我说你们评估一下 就这个动作是不是踩踏 凌晨两点多 他没有回应 凌晨早上七点多 杨 杨长给我回答了 然后后来乌尔肯也回答了 包括余果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来评估这个动作 最后我们认定呢 这个球不是故意踩踏 但是的确是踩着了 但是最重要的呢 我就说呢 我说你如果是你故意踩踏 那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 因为你你你你你不仅说你你你你踩的 人是你的队友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踩对手也不行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你知不知道踩着他 你要知道踩着他了 你应该马上过去去安慰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我又给给这个孩子的爸爸我发过去了 我说呢 我说我们认定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动作呢 不是故意的 我说但是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孩子应该 马上过去去去安抚一下 对吧 没事吧 就过去 这个孩子的爸爸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这个明示力 说东老师你放心 说这个我跟孩子说 我们一起去去去教育 然后今天我们训练之前的这个孩子就来了 来到去办公室了 完了就就马上就要哭了 跟我说说 说昨天那个那个那个 是当时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的 啊 我说你我知道我 我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说但是你应该做什么呢 我说如果你 如果你是倒地铲球的 那对手跳 完了踩到你了 你最想 希望的是对手怎么做呢 他说我希望对手过来安慰我一下 我说对了 我说如果你你你你你你你当时很如果是你你很想对我过来安慰你 那么你当时就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是中国哲学里边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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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 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你自己不想看到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做在别人身上 换言之就是你自己希望别人为你做的 那么你就应该去为别人做 啊 然后这个孩子就接受了 我说无论你将来怎么样 对吧 在什么比赛当中 啊 不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这个动作 啊 给对手造成了这个伤痛 啊或者倒撞翻了倒地了或者怎么样 那么你应该过去呢去去去打个招呼安慰一下啊 然后我说那你去找这个就是被踩着这个孩子 我说你去找他跟他说一下吧啊 我说你们俩自己解决一下 所以就这样 就后来应该是这俩孩子就自己就说了说我 你昨天我我我我我不是故意踩着你 但是但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就是不管啊 啊 反正那个孩子可能也说就是我我当时也不应该着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有人说足球是一个是一种教育 他的教育功能到底体体验在哪呢 我想可能就会体验在这 那内卫问了 说如果如果孩子在场上遇到了这种恶意的犯规 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比如说他们长大了肯定会遇到 第一我要保证我们的孩子绝对不能够恶意伤人 但是你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你的对手不见得就每次都能这样 就像你开车不撞人别人也可能撞你 就是我我我我我我会我会这么跟孩子说 我说如果你在场上真的遇到了一直想想想想踢你的人 伤害你的人 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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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可能又没有被裁判 我一次两次也没有被裁判识别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第一我不会教你怎么做 我说第二我会告诉你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做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回头我再告诉你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但是大人呢 在孩子面前呢 还是应该树立一个就是相对正确的 正确的一个一个引导 其实有的时候是环境 这个环境如果是好的 那么环境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改变人的 或者影响人 就是比如我们都在五星级酒店 大堂里边那边奏着乐 是吧 完了 都很规矩 都是体面人 这时候呢 哪怕你在 平常在随意 可能在那个环境下呢 也会体面 你就是一个平常在体面的人 你在自由市场里边 全塌了板 光大几辆低辆只鸡 那你恐怕你 也很难在保持什么体面 所以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很重要 中国足球 其实环境很糟 这个环境糟啊 无处不在 你就说你在网上 你发任何有关的足球的内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环境 舆论环境到底是什么 第一 有一波人根本就不热爱足球 他根本就不热爱足球 他不热爱他走 远走也可以 你看我不热爱篮球 我就极少看篮球的事 我从来不闻不问 要不是篮球跟足球吐槽 我这一年我都说不了篮球 但是有的人不一样 他不喜欢他也愿意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社会当中缺少认同 他平常也没有话语权 他平常在他们工厂 在他们车间 在他们街道 或者在他们公司 所谓的公司 他三角也tripe这个屁来 但是呢只有在网上 他突然间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的表达 他这种表达呢 又没有自己的想法 怎么办呢 就人云亦云 还得表达自己的 高瞻远瞩 还得表达自己的 这个鞭辟入离 这就得 要么就是杠精 以杠为生 因为杠本身 它是一个自我的存在 对吧 杠的过程 杠的逻辑很简单 就你说什么 我都说你不对 因为否定是一种权利 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否定 是一种权利 比如大家都说 这是不对 这是黑的 不 白的 这否定是一种权利 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 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 全都是他们搓底的人 都是五等舱的人 但是在网上呢 他用杠的方式呢 来表达自己是头等舱 头等舱 就是 就是商务座 就是 能躺下的 而且还不是说 只有空中头等舱 完了 在地面都进不去 VIP史的 那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都得是高端茶叶 不能是低端茶 灰子给我喝的是低端茶叶 他自己说的 他说一般老板和领导都不喝 对吧 这大家那天也都知道吧 灰子跟我说的 灰子给我喝的茶呢 是低端茶 班尼呢 给我订的呢 飞机是头等舱 但是呢 是有限的 就是你地面 是进不去 头等舱 VIP史的 所以这些是蛮尴尬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你拿 因为你觉得你是头等舱 你觉得你想到修议室里边 你说你想吃点小点心 完了泡泡方便面 完了坐那呢 看看看看杂志 完了呢洗手间呢就不用出门 就有 然后呢 饮料很多 但是呢 你往那走的时候 你进去 全部给你拦下来了 对不起 这个你不能进 这是很 这是一个很 很刺激的过程 就是你觉得你是可以大摇大摆进的 但是 你撞在玻璃门上了 然后他说你 我就纳闷 我说为什么不能进呢 他说你这个是空中头等舱 啊 我说那空中头等舱跟这个头等舱 有什么不同呢 他说就是两个不同 第一呢 空中头等舱 这个是不能进的 第二个呢 他便宜 我就明白了 灰子 不是 班尼给我定的是这个 空中头等舱 然后呢 我去苏州呢 我说 因为我一共就睡了三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我觉得我上车能睡一觉 所以我一上一号车厢 我一上车 我就往左拐 为什么呢 左边是商务座 可是呢 我被人来一来了 他说你是哪号 我说我是 一车厢07F 你想想我能排07吗 可07F 后来也是 我一上也是错 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商务座只有两排 怎么能有七号呢 七是后边 哦 我才明白 这是 给我定的是 坐着的 不能躺着 不能躺 然后到酒店呢 呃 我觉得 我倒对这个住倒没什么 但是 后来发现呢 我住这个地儿呢 不是我应该住的 我应该住的地儿呢 是被一个 跟着我的 完了穿着睡衣的人 已经给占了 空气大 空气比较大 好 这个2034杯啊 今天呢就有一些消息 一个呢是长城亚太 作为中超职业俱乐部梯队 呃 确认 发来了确认函 参加这个比赛 那么同时呢 他又提出来说 我们能不能抱两个队 因为我们呢 有20多个孩子 也就是说亚太09啊 有20多个孩子 20多个孩子呢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呢 一个队只能抱18人 那么他就得有五七六个孩子 可能去不了 所以他希望抱两个队 把这个事呢 我们回头呢 呃去协商一下啊 所以亚太呢 作为这个职业梯队呢 已经确认报名了啊 呃 还有呢一支队伍呢 其实也是呃 我们熟比较熟悉的队伍 呃 虽然说他不是职业队 但他实际上是足协的精英梯队 啊 就是重庆 啊 重庆足协精英梯队 09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重庆呢 他虽然是个外教主教练 啊 最后确认就一个队了啊 这个外教呢 是主教练 然后呢 这个中方的教练呢 一位叫赵铁征 啊 就赵教练 赵教练呢 就早年间呢 也曾经啊 在足有小将飞行集训阶段呢 是曾经作为小将的教练 后来呢 因为小将当时呢 没有集中 没有集中呢 等于说 不比赛不集训的日子呢 这赵教练就等于说是 马放南山 就无用武之地 因为很多人呢 关于关注小将 可能是最近两年在关注 他不知道我们 其实头两年 我们的左小将 是没有任何合练的 就是来之能战 战之能不能赢 完了战战 战必计赛 哪怕就是 不是说国内比赛 国际比赛都是这样 国际比赛都是这样 啊 都是集中起来 最多有时候练个两三天 完了之后就出国了 啊 出国完了 打打完了回来 到机场就地解散 我们曾经度过了 大概一年多这样的日子 一年多 有一年多 就是没有队 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呢他不理解 他不理解呀 就他觉得你都是好队员 但你好队员没有 合练也不行啊 对不对 但是他们因为没经历过这个 他们可能自己都有队 每天都练 所以他觉得 哎你这队怎么踢的怎么 怎么没有 不那么踢他可能 啊 他第一 他不认为我们合练 是有问题的 我们没有合练 那这是很困难 对吧 你老儿就是凑一些人 凑一拨人 完了就过马路 他跟过马路还不一样 对吧 你足球你没有合练 就是世界明星队也踢不过 伯恩茅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对手是谁 他也不分析 不管不管对手 还有说我们一小打大 不管年龄 不分年龄 不分对手 不分 是不是合练 他你踢的不好 我就说你有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 有合练了 有合练了 所以踢出的足球呢 他就跟平常的也不一样了 即便是队内比赛 双方水平相当 有一方可能也能够有个 二十八九角的连续传球 但是呢你发一个二十八九角的连续传球呢 他又说了 说你这都是无效传球 那我就纳了闷呢 那我们的巴萨也好 还是说是这个阿森纳也好 有二三十角的传球 有多少角是有效的 所以这些人呢 他根本就不懂足球 他也不热爱足球 他就觉得你怎么做都是错的 就你发一个进攻好的 他说你防守不行 你发一个防守漂亮的产断 他说你这过人不行 哎 你发一个踢踢踏卡 他说你这都是无效的 你发一个长传 他说这又跟中国足球一样 就只会开大脚 就怎么着都不行 怎么着都不行 就这些人呢 其实生活当中呢 其实真正的是怎么都不行 因为你一个成功的人 或者你有一个价值 有一个自我价值体现的人 他不会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事物 他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事物 就证明了他在生活当中 就狗屁都不行 但这样的人呢 充斥着我们整个的互联网 这个舆论非常差 还有一点呢就是 就中国足球这个环境 我们都说这个环境 环境呢 就是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足球环境 他其实是个社会环境 就是你社会上有的 足球里面都有 高度浓缩 高度浓缩呀 因为足球是高度社会化 所以你说足球环境复杂 其实如果你能感受到 有社会环境复杂 那就足球环境必然复杂 必然复杂 跟你的公司里边呢 跟你们这个单位里边 好多东西 它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表现方式不一样 你略有差异 对吧 你比方你社会生活当中有的 足球里面都有 比方弄虚作假 有吧 弄虚作假 有 是吧 比方说你这个 这个利益交换 有吧 有 灰色收入有吧 有 这都有 勾心斗脚 都有 有 负面的东西在足球里边 体现的最多 正面的东西呢 也有 但是呢 只能在一个小的环境当中 逐渐逐渐的能扩大 它不可能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 它不是一个大的足球环境 所以足球环境的复杂性 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是一脉相承的 但你只能是独善其身 并且呢逐步的去影响他人 逐渐一点一点的呢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但我认为呢 人心还是向善的 有的时候只不就担心了自己过于善 然后被人欺负 或者是得不到应该得到的 但如果大家都是努力的去向善 那我觉得这个环境慢慢的是可以改的 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人不并不缺善心 人也不缺道德 人就说缺领头的 带头的 你只要有一个人 就跟领长是一样的 大家有时候在 就是这个 看节目 笑 有时候不好意思笑 一个人哈哈一笑 剩下都笑了 看春晚 看晚会 现场观众 不好意思鼓掌 只要有人鼓掌 就能跟着鼓 明白了吗 你要捐款 谁也不想捐 有人捐了 就会风取运用 那天晚上 七千零四十二位朋友 一起捐了大概小三十万 那不就因为有人带头 有人带头 有人带头 就有人跟着 有人带头 就有人跟着 你看你带什么头 带好头有人跟着 那咱们大家一起 就奔着好的方向去 带坏头有人跟着 那就是奔着一起 奔着坏的方向去 这车加三 一辆车加三了 走走走 那就第二辆车就跟着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是需要领头的 你需要去 有的时候就是 去去去去去 引领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呢 除了亚太之外 还有包括这个重庆清训 还有呢 就是天津 天津的这个 张肖瑞知道 也跟我们联系了 那他们 有可能的 他们这个 锐龙俱乐部也会报名 他问了问 他说天津现在什么情况 我说呢 现在天津呢 是三个队伍 如果说您要报呢 那就四个队伍 四个队伍正好 两两抽签 找一天 因为天津的比赛真多 一共一年有五个比赛 基本上孩子们 就天天就不是从球场 就是 不是在球场 就在去球场的路上 天津呢 但是天津呢 我觉得还得走出来 不要重复大连的路 或者沈阳 大连呢 沈阳啊 曾经是中国清训的重地 但是为什么说现在 你打着国哨 国青 怎么都没大连人 沈阳人了呢 就是我觉得这里边有 有点原因 就是他 固步自封 他的理念呢 他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 当年辽宁十连冠 完了大连也不 八连冠 他觉得要踢球 就得是东北人 这小老广什么的 什么洒海宁啊 什么北京都不行 都不行啊 就只有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从建国开始 我们就 你就第一 怎么着 就这个意思 结果走来走去呢 发现呢 也足不出户 也闭门造居 然后呢 那些老本吃 吃的差不多了 好球员都流失了 完了最后 理念也跟不上 是不是 再加上经济一些影响 所以 有一度呢 这个东北的清训 辽审的清训 大连的清训 就不出人了 就不出人了 当然现在在复苏 天津呢 说实话呢 天津足球也挺复杂的 你就琢磨着吧 你就是从九十年代开始 一直到现在 天津足球就从来没有安定过 从来没有安定过 对吧 不是这派跟那派 就是那派跟这派 完了 不是这个事 那个事 反正呢 不好弄 最后呢 现在两个 两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两个职业队相继阵亡 所以天津足球呢 我们了解的就是 此前有一段时间 为什么老是年年保级 虽然是年年保 有时候剩三轮 就要花个几百万 把这最后这两三场给买了 买下来完了 这种事情 说句老实话 都是公开的秘密 不公开的秘密 不公开的秘密 所以呢就是我希望的天津足球呢也能够走出去 北京呢也也也怎么说呢北京呢其实还可以 但是北京呢就是什么事呢都是 能不做就不做 能不做就不做 为什么呢可能也是由于 特殊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地 地缘 就是就是 反正一般来讲就是 能不惹事的就不惹事 能不做事就不做事 所以你看就是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见过 你见过北京的业余队打足鞋杯吗 你见过吗 就是你可以知道 就是全国各地 他们的什么湛江的 完了内蒙的 完了什么大连的龙远峰 或者是什么苏州 东吴 完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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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什么自博星期天 你能说出很多来 北京有吗 打足鞋杯的有吗 天津就没有情绪 谁说的 对吧 你看武汉红星 然后云南超越 就是你在哪里都能 你就是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你都能找到 能打这个 呃 朱鞋杯的业余队 这北京没有 北京没有 你琢磨琢磨琢磨 你想想 北京有吗 谁 你说出来谁 群里有点捣乱 什么叫群 不我们启航也没打过 别闹 什么群里有点捣乱 哪个群呢 又开始乱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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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微博群的啊 啊这边打起来了 啊这边打起来了 我看是聊什么啊 这就是有时候群里边也是 有时候群里边也是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什么事我也弄不清楚 啊 因为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问题啊 好像是因为台湾问题 就是就骂起来了 啊 就一般来讲的就是越low 越low逼的人 聊的问题越大 所以但是 实际上我这个进这个群 特有门槛 就是至少你得58块钱 但是这门槛还是低 还是低啊 嗯 还是低 群里有卧底的黑子呀 那你告诉我是哪个人呢 我给他干了就完了呗 你说你们真闹的 从金门 你看都什么年代了 金门人 哎呦我天呐 然后还有这个 哎呦江姐 哎呦我去 民族啊 屁股歪了 哎呦我天呐 这家伙 等我一会儿我收拾他 一会儿我收拾他 然后今天呢就是呃就是爱心呢还在还在传递着 呃前两天呢是对接了一位 嗯红口刚义哥 啊红口刚义哥 红口刚义哥呢是呃捐出了两万 然后是给了洛阳飞翔 对吧洛阳飞翔 我们呢是不过手 钱不过我们手 把这个捐赠者还有这个俱乐部的教练 以及推荐的一位家长拉到群里边搬逆进群 然后呢让捐赠者和教练 把这事说清楚 让捐赠者跟教练直接对接 然后把这个两万块钱的转账截图 再发到这个群里 然后再统一发到俱乐部的家长群里 然后家长呢在在在在在反馈 啊这一系列这一套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套了啊 所以感谢这个红口刚义哥 这个红口刚义哥呢应该是个深花球迷 啊他说叫刚义哥呢 但是他曾经买我们这个 就是就是刚义的T23 啊然后出现在就红口的看台上 然后有这个一张照片 啊这张就这张照片好像是就是记者拍的 他正好拍照了啊 他正好在这个红口体育场的看台上啊 啊看深花队的比赛啊 正好穿着我们那个刚义的TTT恤 然后就此呢就大家就就就就就就知道了 有这么一位红口刚义哥啊 上海的人能够赞助河南啊 洛阳 那么今天呢是一位叫正松制造的一位孟总啊 通过灰子把他联系到我们 他呢就认捐了湖南京敌 就是就是常 常就是常德京敌 常德京敌 也就是说呢这个谢波 石门啊跟石门在一个地方常德 啊所以这位朋友呢也是认捐了两万啊 啊然后呢就是有也同样的是对接 我也发了截图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能够感受到一种一种爱吧 我说句实在话 就是类似这种关爱 足球小将 真的是在过去的这三四年 经历过太多了 经历过太多了 不仅有人给我们就是孩子捐款 还有就物就包括这礼拜 呃我们在发玉米 是云南的一位球迷朋友 发来的 发到基地给孩子们发了 我们发的香蕉水果 苹果好像是 也是一位就车友吧 通过小矿妈妈问到了基地的地址 然后给孩子们寄来的 就类似吧 类似这种就更不用说 说我们去韩国有一位叫王伟的朋友 想骑摩托车四百多公里 去给我们送两个蛋糕 我们也没有人过生日 但他认为呢小孩会爱吃蛋糕 他就是千里送额毛 他是百里送蛋糕 就类似这种事情非常多 包括这个 对 所以呢我们想 就说通过我们的号召和我们 这个球迷朋友 也能够让更多的外地的 就是不是不是小将之外的队伍 民间的队伍 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社会的关爱 因为你保汉子不知恶汉子鸡啊 你每天都沉浸在这样的一种 很多人给你关爱的这个环境当中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 其实人家孩子跟你付出的是一样多的 甚至也不少啊 也可能更多啊 所以我们就作为了一个桥梁 所以这个意义远远比 就是说一直球队去参加总决赛要大 因为可以让十几个二十个孩子 或是一家民间的俱乐部 能够感受到社会素不相识的人 可以拿出来两万块钱 这个时代随便让人拿出两万块钱 并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 而是说本来就不容易 这不容易 你五十八块钱的会员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就不到一块钱 他不是出不起 绝大多数人不是出不起 但他不想出 但你想他两万块钱能够拿出来 这不容易 而且我很少听说 说哪个比赛的组织者 能够帮着参与者来拉广告 直接拉现金 那我们也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理性客观的人 你就能够知道 其实我们在传递了什么 我们做这些东西 不仅仅是一个比赛 比赛全中国有的是 虽然说我们的比赛可能大点 是吧 秦始皇以来全中国最大的一次 清训的这个民间的赛事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是 说这个比赛有什么多了不起 而是说比赛哪都举办比赛 而是我们在举办过程当中 所能够传递的东西 实打实的 第一对孩子有帮助 如果你俱乐部利用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帮助 那么你可以对孩子 就完全实施一次教育 你看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们拿到了分区赛的冠军 我们进入了总决赛 那么一位素不相识的叔叔 慷慨解囊 给我们给你们捐了两万块钱 贴补你们呢 从从家到苏州总决赛的这路 这表明什么呢 表明你的努力会被人看见 也表明了在中国有很多 这个球迷 希望你们能够给你们帮助支持 希望你们成才 哎 哎 你们也要努力的训练 顽强拼搏 对得起这些关心你们的朋友 哎 这就是一次教育 这就是一次教育 对吧 而且这种事情 它不是很多见的 你见过吗 平常谁没事出两万块钱 让一个球队怎么样 日本有时候它是一个比赛 就就一个拉面馆 就赞助大概人民币 比方说一万多块钱 就办了一个比赛 就办了一个比赛啊 一万多块钱就办了一个比赛 啊 然后今天的对接的这个孟总 是这个 湖南湖南长德的经理也对接上 然后下一个对接的应该是西藏的队伍 啊 下一个对接的是西藏的队伍 也就是西藏这个队伍 我们都没见到 就这个队伍都没大家都没见过 但是两万块钱马上就到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2034杯也好 说中国猪小将系列赛事也好 还是说我们所要表达的 这个这个所谓的意义也好 就在这里面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说现在最近 黑的比较少了呢 就我们办2034杯也极少有负面评论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做的这些事情 他就但凡他有点良心 他也会觉得我们做的还是算正能量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做的还不是说 仅仅会及我这个俱乐部这十几个孩子的事 而是主卧各地那么多孩子的事 所以他能明白 他要再黑我们就没有意义了 你再黑我们你说你说 我们都办成三百多支队伍了 三十一个省次去直辖市全来了 对吧 我们还帮着 所有的比赛都直播录像 然后 完了苏州的这个总决赛 完了苏州足协也出面了 对吧 然后体育总局也报道了 然后你这时候你再黑就没有意义了 你发现了吗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收到了 是 就是怎么说呢 第一笔赞助 这个赞助就相当于 是赞助这个杯的 杯赛的啊 他不是某一个队伍 因为某一个队伍的事情我们在推进 现在实际上已经潜在的 有大概十四五个十四五位朋友 大概就也就也就有三十万资金 对吧 他每个人如果平均两万 大概有三十万的这个资金呢 就会就会给到参赛队 给到参赛队 但有些参赛队呢 今天他有经费 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就是没有经费的 或者是这个老少边穷 这些地方 如果是他们真的是家长自费的 那么我们呢 就就给家庭的减轻点负担 每个人拿个八百一千的 他也是钱 对吧也是钱的 所以呢就是 包括我们有一位 我们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是 哎呀 是不是博文 京邦博文吗 梅杨兄弟那个公司 我还真没太记清楚 我查一下啊 别说错了 是邦 是邦博文 是邦博文 世界的是 然后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呃 兴邦的邦 啊 嗯 多难兴邦的邦 是邦 博文 博文就是黄博文的博文 啊 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那这位朋友呢 和包括他旗下艺人 张阳 就是好声音的 这位朋友 叫梅杨啊 总经理和他的旗下艺人 张阳 其实都是我们坦白说 都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通过 小匠是结实的朋友 结实的朋友啊 梅杨都到 呃 灰子家喝过酒 而张阳呢 给给小匠呢 还专门写了一首歌 写了一首歌啊 写了一首歌呢 后来歌词呢 我是请的老歌老友乐队的这个贾男 因为他在歌词这方面呢 呃 有有点造诣 所以合作啊 这首歌呢 好像是四月份就上线 大家可以听一听 可以听一听这首歌啊 基本的这种这种感觉 所以他们呢 给2034杯呢 呃 是呃 捐 捐赠了 不是捐赠啊 就赞助了五万元 五万元 那么我们也会给他 给这个世邦博文的相应的 这个广告权益 还有一位朋友呢 也挺逗 这朋友说呢 我呀 没那么多钱 但是我我也想 属于广告白吧 我就想在决赛场地上 竖于一个广告牌子 行不行 啊 完了问班尼 我们就劝他 我说你要不然你把这两万捐给球队吧 他说 他说我不想捐球队 我就想捐给这个杯赛 啊 为这个杯赛 因为反正你们 办比赛也得花钱 你们花钱也是为孩子 为这个比赛嘛 对吧 那么班尼最新做的预算是一百五十一万 就这次比赛我们将花一百五十一万 我把底都告诉你们 啊 我把我们的预算的底都告诉你们 就是我们将会花一百五十一万来做这个事情 有人可能说你们都花在哪呢 呃 你想捐吗 不是你想赞助吗 你要想赞助 你一百一 你就一百五十一万就行 我把这一百五十一万预算给你看 这一百五十一万到底花在什么地方 好吧 我给你简单一说吧 裁判就二十多万 裁判就二十多万 就光请裁判 就这个比赛 就总决赛的裁判 还不包括分区赛 就总决赛的裁判就二十多万 为什么说 有一个四十万的这个艺人我们请不起呢 我们怎么能请得起四十万的艺人 我们现在我们怎么可能请得起呢 你认领长城亚太 你想啊长城亚太能用你认领吗 长城亚太人家刚杀回中超 人家这个什么 呃 正正在大兴土木呢 你职业梯队 你你认领职业梯队就就就就 你除非苏宁 你能给认领过来 你你你有吗 你要不然你认领苏宁 我觉得可以 要不然那就这样 江苏咱们把咱们做一个直通塔 就给苏宁原来梯队那些孩子 行不行 可不可以 他们现在可能四散而去了 我们把他重新召集起来 给他一个直通塔 因为代表江苏 你们就为江苏苏宁 占最后一板岗 你可以不叫苏宁 你叫江苏09梯队 为你们最后一次 再以江苏的名义 来打这个比赛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就是谁能够联业上 原来江苏09梯队的 谁能联业上 把这些孩子都召集起来 但我怕我怕这些孩子可能都都已经到别的队梯了 因为这周末就开始了 这周末就开始了 所以我是想这样 就是我刚才有突发奇想 就如果原来江苏 苏宁有这09梯队 他们现在就散了 散了有的没找到地方 有的或者想回学校 不想踢了 或者干什么 谁能把他组织起来 谁能把他组织起来 我给他直通卡 完了有人要没有认捐的 因为他们也在江苏 可能也花了太多钱 他们可能最后能有点盈余 可以吗 苏宁没有09 那就算了 那就想多了 还有哪个解散的 天津泰达有09吗 但天津泰达09 据说都是余根伟的 但余根伟呢 我不太清楚 就余根伟指导呢 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报名 好像我听说是泰达09的 都在余根伟那 如果余根伟指导说愿意来 我就给他直通卡 但是你就代表着天津 军门虎梯队 反正最后一次吧 完事不都散了吗 咱把这孩子能够集中起来 最后再给一个登上一个大雅之堂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可以 这个至少代表着一种天津足球啊 这种生生不息 对不对 完了也是对这个 死去的 死去的这个 军门虎也好 泰达也好 是一个祭典 对吧 以这种方式作为一个祭典 也表明了一种未来 就是全土再重来 是不是 但这个工作是可以做的 啊 所以现在有可能是这样 就那些代定的队伍有可能就没有机会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会儿又出了一个职业梯队 一会儿 恒大一会儿又来了 那你恒大来 你能不让参加吗 你说呢 完了一会儿再有点什么别的想法 反正 对不对 就不好说了 全舰梯队啊 全舰早就没了 不是咱不能开追悼会啊 你说 你不能说那你 你以前的武汉红2K 也来了 也得祭典一下 是吧 前卫环岛 你得弄点 广东洪远 对吧 武汉雅齐 这谁受得了啊 这从94年到现在 多少个俱乐部都死了 一会儿北京宽利都出来了 陕西 这个什么 国立 那谁受得了啊 厦门蓝师 火热猴都出来了 是 那不行 这不行呢 好吧 江苏家家云南红南 四川全星 上海深心 上海深心还在是吧 上海鱼园 北京 北京雪花 北京电车 深圳建立宝 嗯 这太多了 所以再次说明呢 就是中国职业足球啊 就一直一直一直以来就 其实就一直就没弄明白 怎么回事 清早海立峰 甲壁火薯 四川边牙 是吧 都想起来了 咱们没有那什么吗 咱们就 这里这么多人 咱们就没有说 没有那个富二代吗 我的观众里面就没有富二代吗 就私从那样的 就整天 没什么事就剩钱了 有没有广告公司 认识猛牛一力的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认识这个叫什么 就是什么儿童营养品的 什么少年 什么这个这个 嗯 叫什么 学习的 学行语的 这种公司 一百五十万 我一分钱不挣 我预算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一万 这一万多我认了 你能不让我们赔就行 就一百五十万 所有的冠品都给你 这么大的比赛 我跟你说啊 就是除了说你没有回扣 没有回扣 没有回扣 我没法再给你回扣了 我再给你回扣 我就就赔了 就是没有回扣 你可以往外卖 你卖二百五 你自己拿一百 你给我们一百五就行 我就要一百五 我多了不挣 我一分钱不挣 可以吗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有这个渠道 这么大的全国比赛 啊 你要一百五十万 其实真的太少了 你要我 就我这个 每年我就帮着卖东西 我就帮着就是 就是卖东西 我随便卖卖东西 我都不见得就一百五十万 你信吗 所以你拿着一百五十万 不仅能出名 你还能赢得社会的好感 还有社会责任感 对吧 全就是秦始皇以来 就中国最大的民间的全国赛事 就一百五十万 我告诉你我的预算是什么 我给你每一笔钱 我都告诉你 我是花在哪儿 多少钱 我绝对不赚你这钱 我们公司呢有一笔尾款没到 我今天问我公司那个 那个那个合伙人 我说咱们还有多少尾款 他说有一个六十多万的尾款 我说那还行 对吧 有六十多万尾款 但是他说你六十多万尾款 到了 得先给人五十九万 我说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 我们还欠供应商的钱 就是三角债 所以呢 你比方说你要有一个什么企业 有什么品牌 你就说我就想 花点钱 花到刀刃上 然后有这个好的广告效应 你只要是合理合法的 你通过班底 通过我 我们不光你要多要一分钱 你这一百五十万绝对值 你这一百五十万是五百万的效果 你爱信不信 你爱信不信 你说我费我亏了 我那一百五十万我弄那个比赛 最后你们也没弄什么动静来 不能 没事 有我在 我陪你一年 你说卖什么吧 我每天我都帮你办 行吗 我每天就摆在这 我直播不是有钱吗 我微博去之前 我天天发你东西 没问题 回报到你为止 让你吐 不能了 董哥 不用再给我回报了 不行了 真的太多了 真的 我谢谢你 真的不行 我这都赚了一千五百万了 真的 就因为赞助你们这个 不能再给了 不用再 不用再做广告了 不用了不用了 真的不行 不用了 嗯 就这个效果 如果你们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做过营销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做过传媒 你们就应该知道 如果这个2034杯 这个比赛 值一百五十万一个整个的冠名 你就应该知道算是便宜还是不便宜 你就应该知道 如果你不懂 你觉得你这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五十万 那你一定会觉得贵 或者你五十八块钱的会员你都入不起 你肯定会觉得一百五十万分 很多 但是一百五十万之余 一千多 就是三百多支球队 二三十个赛区 完了五一六十四个队伍 云集在一起 全中国最大的一次民间的全国性的赛事 完了就依托着这个央视频 依托着PB体育 依托着微博 依托着什么 什么 直播 这东西你不觉得便宜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些东西便宜和贵 他是要教育 因为真正有钱的人 他不可能不关心这个 得碰对人 真的你得碰对人 其实你说如果没有王家 五八同城可能也未见都会发现我们 足小将 正因为有王家 为什么我去王家那 我给他做多少直播 我一分钱都不要 我很感谢他 家爷 我很感谢他 因为是家爷帮 帮我介绍的 告诉五八同城 我因为五八同城 一直赞助中甲币 不是甲币 中甲 后来中超 那么 那么他突然间说 说董路那有一个足小将 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做体育 那足小将是多么健康的 多么这个有流量的 新浪微博阅读五十多个亿了都 就这样 所以你必须得碰对人 确实碰对人呐 所以你要认识 什么你爸爸是某公司 广告公司的总经理 或者你妈妈是哪个品牌的 这个这个这个 品牌运营的 你就告诉他们 你说这有一大便宜 有一大便宜啊 而且不可能让你亏了 因为我还在 有的就说 说那个老板带小姨子拿工程章跑了 我不会跑 我肯定还在这 我肯定还在这 就是我给你回报 这分分钟钟的事 我给你回报 对吧 我开会员直播 我一年钱我都给你 对不对 但是其实那天呢 我去苏州的时候 也有一波 是来自于重庆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一个托拉斯 就是就是就是有好多这个企业 原来做房地产的 后来撤了 撤完之后呢 要做金融 体育 完了还有什么做什么 人家哥们也来了 来说这个 说我们也我们想干 想干 想干完说你说 怎么着说我们想入一股 多少多少钱 我这个没法没法算钱 说咱们现在开始算一个 做一个公司 没法算 怎么算钱 你说现在做一个新公司 怎么算钱 我们占多少股 就是就是 是投入了多少 我们才达到今天这个效应 投入了多少 你现金投入是可以查出来的 情感投入呢 精力投入呢 还有这些不要钱的 就现在此时此刻 这不叫投入吗 我们四年四年当中 有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就坐在这个椅子上 口吐白沫在这聊 这不这不叫投入吗 没有这些聊 你们能现在在这坐着吗 所以这东西没法聊 怎么聊啊 他说你估值估什么呢 估多少呢 怎么估估估估值呢 怎么估值呢 是不是 是吧 不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募捐 募捐就没意思了 但我跟大家交一个底 我跟大家交一个底啊 就是我们如果一分钱赞助都没有 现在不止 现在已经有七万了 我们已经拉到七万广告了 知道吗 梅杨兄弟五万 还有另外一个兄弟要广告牌子 就就就就要立广告牌子 我说那就是跟 我跟你说那就收吧 虽然两万吧 所以可能虽然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但也他有这个意愿吧 对不对 有这个意愿 现在我们已经 已经收到了七万元的广告费 还差一百五十一减七 一百四十四 还差一百四十四万 很快就会 再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不要担心啊 别别最后说我们跑路了啊 不会 不会 因为我们账上 公司账上还有一百多万 但是我们今年还有几百万呢 营收还没还没还没到这呢啊 就是就是 然后呢 我今天我也跟我合伙人说了 我说如果就做最换打算 说如果说最后 就是没有赞助 我说那差多少我出 我说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为公司垫钱 我出 你哪有钱你刚买完房子 还有点 还有点 百人来万这还有呢 好吗 所以你记着就是我做的事 我我我把这事 就把它提起来了 我我必须得我得看到最后 这其论 我开幕的 我就最后拉幕 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这件事 这件事 况且呢一百五十万不是不可控 要一千万万我就退了 我就不干这事了 一百五十一万 我向大家保证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出来 我向大家保证 有没有赞助 我都会给他做出来 这个不难 不难 不难 好吗 但是咱说好了 如果有一天我给做出来了 最后就靠我们自身 自己的双手把它做出来的 那以后如果做火了 谁要想过来跟我谈合作 对不起 不见得 你我得排着 五百万以上的 到二门等着 说五百万以下的 对不起回家 该干嘛干嘛去 好吗 反正两千万的给进来 给给给给给个低端茶 两千万得喝低端茶 灰色上茶 金俊梅 给给他一本金瓶梅 给他看会儿 完了 两千万 五千万的上来 啊上来 商务座 明白吗 商务座 酒店是总统套 KTV 这才行 知道吗 我就有二百万 我看我能不能到你这 我站 我能占百分之十吗 出去 别闹 告你高铁 就半道出院 上不来 好吧 还记得爸爸去哪儿吗 还记得超级女生吗 最开始都是 人嫌狗不待见 没人买 等有一天起来了 排队 排队 闹呢 有的朋友可能刚进来 刚进来有点 怎么又开始发疯了呢 没有 所以 基本上2034杯就这个情况 然后明天 今天周 今天周三 明天 小巷呢 有一些队伍呢 队员嘛 就是 准备回 准备奔赴江苏了 为什么呢 他们就会加入到一些战队 还不还不是相同的战队 啊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切被孩子 你摇人都行 大家有一定规则 大家都一样 一事同仁 一个队员不能代表两个队员 两个队参加预选赛 啊 然后呢 就是你参加预选赛的队伍 长设的九个九个首发队员 你不能少于五个参加总决赛 如果你出现了 你不能说你找了九个人 完了 进总决赛那九个人全没了 那不行 啊 所以呢 这个 本周末啊 我建议大家呢 多关注一下江苏赛区 当然了 还有呢 是 还有是福建 福建赛区 还有一个就是 嗯 是不是江西啊 江西赛区 江西赛区 嗯 反正还有四个赛区吧 还有四个赛区 嗯 然后我我说一件事啊 就是今天呢 江西安徽 安徽 就志鹏 我说一件事今天呢 我们接到了一个哥们 因为昨天就给我打电话 是一个山西的电话 我就我一般我就不接 我现在不接电话 我就没接 又加我微信 加我微信呢 我也弄不清楚是谁 我也不能说随便就加我一个微信 我就通过 后来呢是 又打了一个电话 我一看 这可能一定应该是有事 而且电话后面呢是三个八 那我一看这个三个八 应该是个正经人 啊 那是什么 6719 3247 像这个就不接了 我一看是正经电话 我就接了 接了之后呢 就说 就说 这个这个说我要举报 某省 啊 这个这个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的冠军队 有超领队 我说行 我说你我这样 我说加你微信 加完之后把班尼就弄过来了 到群里边 他就说了 说这个有这个 我说这样 我说呢第一 我们 既然你是实名举报的 我们就必须得给你一个答复 我说中国呢有一句话呢 叫做谁谁主张谁举证 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说我们我们我说我们共同去 共同去去 去调查 我说你要是能够找了具证据 你就告诉我 你要没证据 那我们也我们也会主动的去 我们不能说像某些牙医似的啊 说你没证据我就不管了 那不行 我们也去主动的去去去去去调查 那么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的是小学六年级的 比赛 小学六年级的比赛呢很简单 就如果他是中学生 那肯定是超龄的 对吧 如果说他是从某某三中 放学出来 完了坐车 参加2034杯分区比赛 那他肯定超龄的 对吧 他不可能是神童啊 是不是 但是呢 应该不不难 因为互联网时代 对吧 谁在哪上学这事不应该是个秘密 对吧 你要是小学裹着混着四年级代表三年级 都进一个小学呢 单说 因为我们顶添了是08年9月1号的 再大了就不能在小学了 现在也不允许留级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 但是呢 我们都不回避啊 我们啊之前呢 有身份证那个 有身份证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有身份证的那个识别的机器 但是呢 因为那天同时四个赛区 那么同时四个赛区呢 可能 当时没有那么多机器 就正好就这赛区 就没有这个 身份证 就验证身份证了 所以现在呢 我让班尼都已经配了 现在就是有八个赛区 我们每个赛区都有验身份证了 啊 那么我就问了 我说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是有超龄的呢 这朋友就说呢 说他们这个队啊 就教练是是比赛之前的 告诉厂下的人不能喊名字 就别喊名字 因为有时候一喊名字吧 我也弄不清楚了 这一喊名字 你想说 这个这个人叫 呃 就是 王小燕 王小燕呢 可能是 可能是 小学 六年级的 但那个人叫王大锤 王大锤呢 就是初一的 可是如果大家呢 就是 就是 都喊着 广着 我一看王大锤 一喊王大锤呢 可能就露馅了 所以就喊 他统一喊 小王伴 就这样就行 行外号 都喊外号 就是他说的啊 但是我们不是这么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超龄的 但我们也不会冤枉一个 就我现在我不能够 我这个态度不是说 有人举报了 就证明了这个人一定黑的 那那么着的话 那我都被举报过 对吧 我都被举报过 说我是 呃 这话 九九一年 九一年 是倒卖了 那有五千多吨钢材 是吧 说倒卖了五千多吨钢材 啊 然后去东北 说东北呢 跟两个 嗯 黑色 火拼 啊 然后就是 双方 死伤 惨重 啊 这都有过 嗯 卖孩子 嗯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事呢 就是 就是我们 他既然实名举报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呢 要把它 给他有一个落地 但是 我们毕竟不是 权力机构 我们的手段 也不可能说 我把你逮起来 完了我给你 老虎凳 灌辣椒嘴 完了你说 你到底是不是超灵的 这我们也不能啊 你就上测谎仪 也不行啊 也不能到家里面 递递孩子去啊 说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 你上哪上学 你跟我一块去 那不行啊 最后我们都会 都得去找人收尸去啊 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我们去做一些调查 但你要说 如果说我们 因为都有录像嘛 都有照片嘛 我们对 对出来的 说这个孩子 人家就叫这个王大锤 身份证就是09年的 或者08年10月的 完了你再让我们怎么办呢 你让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你让我们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这事说我们必须得花钱雇人 也行 雇私家侦探 啊 两万块钱 说你跟着他 往来看在哪上哪上去 要一定要这么做也行 但这个东西成本太大了 成本太大了 所以他说我就 我曾经建议 我说每个队收十万块钱保证金 绝对没有违纪的 你听人家 中国人就就就拿钱 拿钱制是最好制的 就是每个队收十万块钱保证金 存到银行里面 存 比方说这个这个 你参加完比赛 就是前后比方三天 连利息都还给你 因为你不能 因为你不能收完了之后 完了你把利息存下来 你利息你挣了四十多块钱 那不行啊 你只要说是 用钱 说谁把你抄零的了 谁冲场了 谁骂裁判了 都有严格的明细 骂裁判一次五千 两次打一折七千 然后有抄零的 有一个抄零的 八万 两个十万 就不还了 不还了 只要这么一弄 每个人都交十万块钱 这管理 绝对踏实 都不骂人 全都是 全都是五讲四美模范 完了说 怕自己说有抄零的 我零八的 我都不上 为什么 万一呢 万一我认 那是不是 但是现在 没法弄啊 我对我没少跟裁判争论 但我也不是骂 我们说的是骂裁判 兄弟 别在我这儿老较劲 好吗 我是跟裁判争论过 对吧 但我也没有说 我们说的是骂裁判 你跟裁判争论过 市裁判都是 市教练都争论过 你没争论过 因为你他妈跟在脑上 你也没有 你也没法跟一个 非复安赖三的裁判争论 是吧 你哪带个队啊 对吧 老有人 老有人在这儿 又干 你看你生活怎么样 如意吗 兄弟 你暂住点行吗 你暂住两千 我给你出一万八 咱们俩一块办个队行吗 暂住个队行不行 是吧 所以呢 没办法 我们只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理解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说中国现在有没有超龄的 一定有 我就敢保证 我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我敢说 一定有 就在中国的清训领域里面 到现在为止 仍然有超龄的 仍然有超龄的 而且包括在职业体队里面都有 我就敢说 我就敢说 但是呢 这个事呢也没法弄 你说有的时候 古龄也合适 是吧 完了身份证也都真的 完了 出生证明都是新的 对吧 你09年出生的 现在出生证明是15年半的 那你说这事也 也就多了 多了去了 多了个去了 我刚才就那么一说啊 我要说收 我说我说收十万保证金 就没有对报名了 谁报名啊 我就那么一说啊 你别别听话听音 是不是都大晚上十一点二十八了 就别在这杠了 都听不懂梗 就别别在这听了 好吧 还这把还算的 三百个对六千万 哎呀我去 你还亏你是会员 我操 嗯 这哥们还算是呢 就跟我说我说我我我 只说一场球 我我我税后多少 四十八万是吧 那哥们他用三天时间 董哥我统计了 你去年你一共收了多少场球 完最后你收入多少 按全国家税收 你为国家已经交了多少税收 你这哥们用三天时间 用三天时间去挨个翻 我这去年到底哪一场比赛解说了 啊英超中超多少 完了我一共解说多少场 完每场成四十八万 最后我一共收入是多少 说董哥你收入这么多 完了你买一房多少 完了你还是现在应该还剩多少 哎呦我 你说你是真没见过钱吗 啊 你真没见过钱呢 还是怎么着 你还是好长时间没算数数 没算数学了 那三天 用三天时间呢 这用三天时间 三百六十五天 我到底说了几场球 他那晚回翻呢 翻网页 搜索 哎呦我这一会这也不对呢 哎呦我最后算了 嗯 可以吗 你说这劲他妈用的 用的什么上都能弄出来 这非得用在这上 非得用在这上 也算商业奇才嘛 有点意思吧 有点意思吧 好吧 所以呢 现在目前就是 目前就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啊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啊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头发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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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还不行啊 那什么 啊 我还有些人 又有些人 又有些人 打架了 一会儿一会儿 哎呀 行算了 嗯 周总呢 我昨天呢 把这个 把这个小将呢 这个 队内的比赛的 录像呢 发给了周总 啊 挺晚了 发给他 我看人来看看 周总 周总的队伍 反正反正这次江苏的比赛 确实有意思 呃 看一看这个这个小将 过去的几个队员吧 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啊 看一看 嗯 周总啊 不能要周总不能怪名 周总你想他灌名上 他叫一星西甲 他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别闹好吗 他周总不是说这钱出不起 而是周总你你一个一星西甲 你一个俱乐部 你灌你灌 你灌这2034杯 他不可能啊 他这个 他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 对吧 他要是别的 他企业 他企业也不要 不要名 周总说了 什么都不要 我说给你拿20万 就搬你 周总跟班尼说的 我说不要 不要 我知道你有钱 但我有钱不能要 这是一码归一码 他送我茅台可以 但他要想拿20万 直接不明不白的时候 我给你20万 你办比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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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榜一啊 哪个榜一啊 刘海文 他妈 上海上港清训 这假的吧 嗯 上港足球俱乐部江西基地 这什么意思 这个这个榜一是 怎么上港俱乐部江西基地 江西 这个班尼 这榜一是参赛队吗 五一观众有人数限制 我说实话啊 就是 如果你现在没订票的 你先稳一稳 因为五一呢 就是有可能开幕式和闭幕式 会有人数限制 啊 因为防疫的规定 这个事咱们不是开玩笑 闹回闹 不是闹回闹啊 聊回闹 闹回闹 别拿人数开玩笑 就是实话 如果我们开幕式 上港清训是参赛队 啊 一辈子的球迷 不是怎么这么多人能飘平呢 灰子 咱这管理员是不是有内鬼啊 嗯 啊 这个真说不出再见 这哥们呢 可能也是真爱粉 也是办了会员了 完了在群里边呢 一堆人反对他 我一看没办法 我都给他给他踢出来了 给他踢出来了 这哥们现在又在这 又在这呆着呢 这真说不出再见 这哥们也是挺磨装的 一会江苏活了 天津活了 你他妈已经死了 你没发现吗 哎 不好多人在这打耐克 是什么意思呀 就打耐克耐克就怎么了 就说了 都没错了 哇 周总来了 这家伙 周总 咱们连线周总吧 看看周总这个有什么最新的 这一天有什么 有什么最新的 进展 好吗 风哥 风哥想聊聊一句吗 有没有什么新的活思想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但是我现在想来根滑子 OK啊 那你先周总你先等我一会儿啊 我说了就两小时 一个半小时了 我想歇一会儿 我抽根 我来根滑吧 好吗 咱们听一个骄傲的少年吧 但有时候可能会蹦字啊 因为他这个骄傲的少年呢 都是 我在网上找的 都是听一会儿就不让听了 我也没回远 我也没回远 而有爱过的孩子 十年之后终于在迷迈 只要距离以赴着我们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 心在几年转的世界就在眼前 手我上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流了一 hall 埋开了双脚 恋生大自然疯苦的怀抱 唯狱新白鸟花跳 像树梢梢 心旁见也小鸟太古道 光迭的用爱 耐心的骄傲 一起逢云在落叶的街道 青菜路边的心灵做想老 我会找到辣椒却发烧 总要翻越过终于相聚 总要经历过河河河河 让我们一起风雨前程 等雨过天气 一起看彩虹 来吧我们期望 不想去方向 微笑面对风浪 多久失望 来吧我们期望 穿心人海茫茫 轻轻落落都是 日辰日苦的芳华 我接了个微信啊 我一昆明的朋友 我又好几年呢 实话说呢 好几年没怎么联系了 我们俩认识呢 也是因为他最早呢 是我这个微博的读者 然后我们在昆明呢 见过一面 这哥们酷爱足球 然后刚才跟我说 说董哥我听 我听你说 他说我认为两个老板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说你能不想打电话 我们是要打电话 对不想打电话 没有 我们下来 来 都不想打电话 你给什么 我送别人 涮法 又要 对不想打电话 班尼你现在不用在这了 你赶紧去联系那个赞助的事吧 好吗 咱们联系一下风格吧 好吧 我只谈足球 你别让我聊别的 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情况 我在他们哪天说秃鲁了 完了之后给我疯了 你就高兴了 是吗 别惹我 再聊这个的 再让我聊这个的 全给拉黑 灰子 在吗 灰子 凡是咱让我聊这个那个的 除了足球以外的 全都给个拉黑 好吗 永久拉黑 因为这帮坏水 一肚子 好吗 听我说 我看谁还在说 我不信 谁在说 再说一下 没了吗 你看 他也害怕 他万一你想 我给他拉黑了 他天天的乌鸡六瘦 在我车上说不了话 他难受 他得憋死 我们这空气不能那么大 好了 周总呢 周总又走了 那连一下 连一下这个周总 周总 咱们是语音聊 你想露脸 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是可以露脸的 还是语音 你选 都可以啊 那就咱们就露脸吧 你长得也挺精神的 但是你现在没有啊 你现在没开播 不行 只能是 只能是语音聊 你没开播 周总 董哥好 在干什么呢 这么安静 我睡着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 是不是昨天晚上思考 周日的比赛 周末的比赛 有点 有点 夜不成眠啊 两个事情 昨天晚上的 可能 大家 哥们都不信 昨天晚上失眠了 昨天 晚上三点左右 就睡不着 为什么是睡不着 想什么呢 一直在想 球赛的事情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对啊 那你真是认真 因为我们队里有个小黄毛 董哥你知道是吧 可能大家有的朋友也知道 小黄毛09的个子很小 受伤了 没有 他也是无锡最佳 当时是前年也是我们无锡市的最佳球员吧 对 是吧 青少年 对 想来想去 让他踢后腰 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候选人 不知道怎么排了 排 我们小黄毛呢 他是防守型的 而且他的球感也特别好 但个子太小 对 因为这次有18队员参加马 对 所以 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办 是让他踢后腰 还是让他 还是让他 做做替补 嗯 嗯 为这个事情 一直想睡不着觉 那你 你快上道了 你真的 你快 你快上道了 你能为一个队员 在场上踢什么位置 去 去思考 那真的是 很棒 没有 我用我的能格 给你保证 我肯定没说话 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我们都是坦诚的人 都是善良的人 对 还有呢 这两天在工地上面 也晒的 你 可能下次看到我 都不认识我 可能以为我是 或者是非洲来的 或者是巴西来的 你是做球场的 啊对 在监工嘛 因为不放心 很多事情 我的要求比较高 在球场散的 我这个皮肤又比较 哎 怎么说的 又是 带着黑不溜秋的 没事 咋这回事 第二件事呢 我没法给你建议 因为那是你的买卖 对吧 那个 不是你 不是买卖啊 那是你的事业 那第一件事呢 因为跟足球的技术战术 有关系 我觉得啊 你要学会取舍 其实很难啊 因为 不关讲 董哥 我这边 现在有 应该有三个口腰 说实话 都是 都不错 防守型的 有进攻型的 对 哦 我那认为 我跟我们外教 跟我们主教练 也在 为这个事情 也是在 因为说实话 我们在球队 肯定是服从主教练 跟清平总监 来这个 听他们 肯定要跟他们商量 对 主要是听他们 我肯定是 只能说建议 嗯 是吧 嗯 我那认为 小花宝做后腰还是可以 因为他防守 觉得 还是可以的 因为小孩子的比赛 我认为是 15分钟嘛 说实话 你要是偶来 行真的很大 嗯 我觉得是以防守为主 嗯 你防守不好的话 可以被对方 进一球的话 基本上 来的机会 能叫 弄个密集性 发球 或者怎么样 是吧 基本上就完蛋 嗯 但是你自防守的话 你 足球的乐趣 就没有了 你没有自中 观察性了 是吧 嗯 你的中锋 怎么样 现在 是前锋 是吧 就是前 中锋 是吧 你打什么阵型啊 四四四四一二一啊 还是还是三后卫 还是四 啊 三四一 三四一 三四一肯定是三四一 三四一这事就很简单呢 对你要想黄毛打那个一个防守的 不就得了吗 就是在中卫身前的那个 个子太小 嗯 个子太小了 个子太小了 那你就让他打 你要打前腰 拦截 把对方那个后腰给盯死 让他去缠着对方 周董你记着啊 就是遭遇战 就我的经验 遭遇战 一定要 重点盯人 因为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 哪 他这个核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发挥 因为 因为一般的队伍 他都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呢会长时间的作为他整个攻防的一个枢纽 他肯定的 那么你必须得找一个人跟他跟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呃工防的这个这个核心节拍器 你得把他先遏制住 一般的队肯定是晕的 你相信我 啊 我是带队打了一百多场国际比赛的 因为董哥我是这样的 我上次我在苏州我跟 跟那个跟古楼 踢过一场 当时他们零九的 嗯 这场比赛是我们赢的 当时 蒋花们就是把那个大豹 啊 因为 之后以后他就 我听到大豹跟蒋云 蒋导就说了 好烦死了 他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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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矮子把我钉死了 他说我好烦死了 他说 嗯 是这样 方式还是可以 对啊 那你就让他去钉对方的 后腰就完了 这是最大化 就是最保险的 因为你又担心他身体 你又想用他 你又想 你又 你又用他 你又怕他 扛不住 那很简单 就很简单 你就让他 在 你就让他打前面那个 去钉对方那个 后场出球的人 就可以 肯定行 你就记住 因为我这边呢 还有一个孩子呢 身高 身高是1米67的 对 也是后腰 就是应该 比小姑他们都要 还差不多 都是可以 嗯 还有一个后小人 有两个后腰 嗯 这次我们 如果想玩 想玩 我们平均身高 1米63到1米65了 那可以啊 那你这队现在可以 但是你不论说什么 你不论 你不论怎么样 你不论你是 你的队员有多么的了解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 就是不争的事实 你就一定不要有怀疑 顾柏宇 百分之百 能力在你所有队员之上 百分之百 我相信 你就是 我可以用 你说跟你赌什么 我都跟你赌 我不信 你有队员能超过他 我不信 虽然你的队员也不错 但是我敢说 明天见分析 不用不用见 有些东西还用见吗 我 我 不用见 我就喜欢你这么自信 不是自信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而且你一旦 比赛落后 还有个七八分钟的时候 你就让他打中锋 他给你弄俩球 他给你弄俩球 你就逆转 我现在就有这个想法 对 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这个队员 你就记住吧 就是他一定会改变你的球队的命运 他跟邝照雷 吕蒙扬 都在一块都都都都都都都可以的 你想想 怎么可能在你那不行呢 我我真的 你相信 你要相信我们的判断 你要相信我们的 你要相信我们的标准 真的 绝对可以 所以我觉得你充满 你就充满信心吧 你就充满信心吧 应该我这个也是一个波澜不精准 怎么会到这种事情 昨天晚上我居然睡不着 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周总 就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有时候难受反而是一种好受 真的 就是你为一件事情真的是 用所有的身心去投入的时候 就这就是这种都 这种感觉特别好 因为你生活当中 很少有人 很少有事 能够让你半夜三点睡不着觉 能让你三点睡不着觉的人和事 一定是有价值 但是你这么越说呢 我看是礼拜六吧 礼拜六 礼拜六 我跟你说 真的就你这场比赛 就一星吸甲的比赛收视率 绝对是破20万的 要不去再看看 20万是什么什么概念的收视率 不可能吧 你要真有20万人看 你会超过至少30%的 至少30%的中甲的比赛吧 至少 因为我们在平台上 我们解说这种中超中甲 我们都知道大概其数据 一般来讲 恒大对鲁能 就是算顶级 顶流赛事 在这个相关的网站上 应该是200万 应该是200万 200多万吧 200多万 董哥说实话 如果时间这个比赛 如果打个比方是 25分钟一节 上下半场 50分钟的话 我觉得我们胜券还是可以 因为我对我们现在队员的 整个配置的话 我觉得应该在 就你觉得说整体用整体实力 是吧 就比较平稳 你说30分钟容易 30分钟容易出冷门 是吧 对对对对 你不这么想 你真的不要这么想 因为 但是呢 这个东西确实是 这个就时间稍纵即逝 他对什么非凡关键 为什么我说 我为什么说 其实我真正关心你的 对我要看 我想看你的西班牙主教练 我想看看这个欧洲职业级的主教练 他在临场的这种应变和指挥上 到底是 你们是这个西班牙人指挥 还是你那个薛导指挥啊 我们是 教案 所有这些东西 所有的 所有的战术 教案 都是我们外交来出的 对 我们学到 他是中文 他是执行 他执行 因为他外交的语言 虽然他能讲中文 但是 一个他的嗓门比较小 而且孩子们的话 因为国外人 他执教理念是这样的 都是比较和蔼的 没有这种高声批评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 说实话 有的时候 你还是要给他一定的刺激 对 是这样 那就说中国人指挥 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还是对的 那你指挥的时候 外交出主意吗 肯定出主意的 外交决定换人 或者换阵型 对对对 明白 明白了 嗯 嗯 所以这个比赛 30分钟啊 就是 呃 换人很重要 你稍微有 一犹豫 你稍微有 一犹豫 就是说这个 这个洞察场上 你觉得谁体能不行了 就不要缓 不要等他缓 因为你这一缓 这两分钟 有可能就他就 那个位置就丢了 所以果断换人 一般来讲呢 你看他像 像这个西班牙人 像西班牙他们 像西班牙他们比赛 比方说20分钟的比赛 他们一般在11 12分钟就开始换人 但是现在呢 就是可能 可能因为大了嘛 89岁数是这样 现在呢15分钟应该问题不大 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是下半场5分钟左右 下半场5分钟 也就是还有10分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换人是非常重要的 下半场5分钟 这几天呢 我们队里面每天都会有点球的 这个小孩子都每天安排点球的 这个实战战术 嗯 也怪了 每次发挥最好的几个孩子 包括小黄毛 他们连续三天都打不进球了 连续三天都打不进 进回了 平时发挥都是最好的 我们小黄毛 小老虎啊 还有一个10的中场 这一次这些 他们 嗯 发挥最稳定的就打不进球了 所以 所以我跟你说 就这个比赛啊 这个比赛对于 你比方说对职业梯队 可能啊 他会觉得 这个比赛 还没什么太大压力 但是一般的孩子 打这种比赛 单场淘汰 然后又是 就是全国大赛 你做好准备 肯定会有失常的 肯定会有失常的 这个失常了 你记得 一定要换 马上换 绝对不能让他在这适应 一适应 一丢球 一酿成 错误 就挽不回了 所以 你就 你准备活动 我 我跟你分享个经验 你准备活动 你就看孩子面部的表情 你就挨个看孩子的脸 如果脸色铁青 这肌肉紧绷 这就肯定上去 肯定 肯定是慌的 你 你 你 真的 周董 你们外教或者是中方教练 带准备活动 你在场边什么都不用看 你就看每一个孩子的脸 你就看他的脸 跟你平常 看他的一不一样 如果有人变化特别大 那这个孩子上去肯定是 肯定发挥不好 你就做好准备 随时换 三分钟不行 五分钟不行 赶紧换 咱这次 董哥 咱这次比赛的 预选赛的比赛 进场的这个 要求可以 像我们这些俱乐部的 这个老板可以进场吧 不可以 也是一样的是吧 只能教练进去是吧 你有几个教练呢 一个翻译 翻译没有 外国教练 中方教练 完了还有一个助理教练是吧 对 还有守门员教练吧 守门员教练 我建议 你就能够 在球门后边喊 就是 如果他管理的 不是那么严格 就这个场地 没有那么封闭 你就再稍微离远点 在他 那个你的门将在哪边 你就把守门员教练 别在 你让守门员教练 在中间一点用没有 你让他在 这个孩子的背后 这个孩子就会知道 我的教练在我背后 给我鼓励 给我鼓动 这个人也可以 根据孩子的视角 去喊出击 还是提醒他 守门员教练 没有必要进来 没必要进来 你看我们在国外打 经常别克 就在这个小毛 身后 因为他国外 他反正 那个场地 他都是反正在后面 就可以站了 离得远点 非常 非常有道理 刚刚 我又讲 我紧张了 这个是大赛之前啊 就像我 感觉就像我们 那个 年轻的时候 考试之前一样 或者叫 你去见 你那个 梦中情人 还有几天 去 那种感觉 这倒也不是 我觉得到这个年轻界 梦中情人 倒没必要 搞得这个 这么挺好 我觉得平时们 他们也不容易付出 在这个大舞台上面 能够要 展现自己的才华 是吧 还要对这个教练 这么长时间来 这就要的考验 这个 对他们考验 我觉得是 挺为他们揪心的 就是 但是你 你不经历 这个怎么成长呢 我再给你出一个主意啊 你不明天人能骑是吧 明天晚上 你呢 你能不能找 你能不能找 七个到八个大人 跟他们踢一场 干嘛呢 就给他们压迫 但是不真踢 就抢他们 就抢他们 他们 你想 如果他们 跟成人 在比赛前的两天 有过这么一次交手 他再看 零八的 也都没那么大 你把你的教练 都滑了滑了 你把你的 就不用多 就十五分钟 就逼迫他们 就高压逼他们 看他们处理球 也不真强 就给他压力 让他们呢 就看能不能在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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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压力之下 然后他们能不能够 从容的去 去找到这个感觉 你这件事 你去做 你找七八个人 不难吧 你教练就得有个 三四个吧 工作人员 不行 你上去也行 我实际 这个不是 是那个教练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对呀 你就做这件事 你一定行 你一定有用 你就相信我 你相信我 让他们提早的 就是你或者是 你厂里边有喇叭吗 有喇叭吗 都有 都有 有喇叭这样啊 你这样 你模拟一个 公平竞赛曲 进场的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 你把这音乐开起来 因为有的小孩 一站那儿 就公平竞赛曲 一起 往上往里面一走 他就 他就已经会懵了 你让他走一遍 这个 走一遍 这个流程 您讲的非常对 我们这些孩子们 因为 说实话 这个叫 比赛听得也少 有些孩子 说实话 能看上去很大 但是他比较幼稚 知道吧 对 那就像我们 这个不会考试的 拿到考试券以后 平时成绩好的 或者怎么样 他就 他就 晕卷 晕卷 对 所以 你球也停不住了 会的 有可能会 所以周总 你明天就安排 你就 你就有大喇叭 完了放个公平竞赛曲 完了 列队 列队 然后检查身份证 你就模拟 因为小孩 他只有经历了 什么叫带来恐惧呢 是未知带来恐惧 你让他知道 他就不害怕了 然后 然后往里边走 你跟着一队大人 你想象 就一队大人 他就 左边右边走 他就看 完了 一开球 就开始逼他们 只要哨声一响 就开始逼 全场逼他们 让他们经受这种 这种心理的这种 这种磨练 15分钟 完了 也可以故意放放他们 让他们能够 啪啪啪 能传起来 他能找到这种感觉 等第二天再一打 他就不会再 不会再哆嗦了 你要说第二天这么练 太哆嗦 那就说 说明 那你要不这么练 上去就都贪了 非常有道理 必须要这么做 对 我们那是 我们礼拜六呢 我们本来是 周五准备讲 睡在苏州 坐到苏州去 但是我想想还是 因为早上还是 早一点出发比较好 礼拜六早上 不堵车 但是我个人觉得呀 那你不适应场地吗 不去走一走 环境什么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这样说的应该都是 不 周董 你是什么考虑 让他们晚 当天去呢 有的还是像我们 到外面去睡觉 睡不着呀 是吧 有的人他认床的呀 你怕他们睡不着 跟你一样 你到出车去 也要早起的呀 你五零点 也要起床了 一样的呀 是吧 不是 但是你能到球场 去踩一踩去呀 球场去踩一踩 这个主意也不错 我给你 我给你举一个反例吧 我们18年去福利 我们要跟福利啊 在一个大学城的 一个体育场 是真草的一个球场 去替比赛 我们头天去 适应训练 福利没来 没见到人 后来我问 我说怎么 日本教练说 不用适应场地 日本教练 就这么自信 我们到那 因为他 他还有 那么大体育场 然后他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很大的体育场 广州的什么 大学城体育场 我们孩子去了 那才98岁多 不到9岁 适应了 结果福利不适应 不适应场地 到了那儿 就开始打 第二天 8比1 直接给干下课了 所以后来 他们自己 自己也说嘛 说教练太自信了 他是东道主 他是主队 他都不适应场地 因为他平常也没在这提过 所以我建议呢 你睡不着觉 你 他在哪都睡不着 你就去 你多多少少 你一定要踩一下场地 因为那个场地啊 就是苏州那个办比赛 那个场地 我们去过 他实际上 他那个还挺古怪的 他就 这个这种感觉 还是跟平常的 可能跟你那个球场 还有点区别的 你让孩子多适应 绝对没有坏处 你还是早点去吧 你才头天晚上去 我们追梦少年说 周总要适应一下 没问题 遵从你的命令 谁少年 追梦少年 追梦少年 对 行 没问题 追梦少年 对 没问题 适应再回去 那不用回去 你就找个地儿 本来我也不紧张 周总你这么一说 我都紧张了 其实就是 这30分钟会很快 很快 就15分钟半场 是非常快的 就是你要脑子不转 反正是有时候 你刚一进入状态 中场休息了 反正我觉得江苏 几个队 我们也交手过 因为应该讲 大场地的话 这个场地比较大一点 虽然九人四 我们两个边的优势 还是非常非常大 优势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吧 你 我告诉你 周总 你的两边的优势非常大 但是一边边路 一定要通过 先打中路 才能 就是得有人分出去 得有人分出去 你不可能说 从右边 一直沿着边下去 所以你最关键的人物 你最关键的人物 实际上是中场那个人 他要能把球分出去 你的边路 就能发挥作用 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你看你要自信了 所以我这个小马达 我这个小马达 一般的后卫受不了 董哥 不骗你的 基本上 秒杀 好好好 没问题 秒杀 咱们看看啊 看看这个周总的两个边 你说的是10还是09啊 我都懵了 没有我10的一个队员 上下的陈子勋 掉到09了 放到09了 掉到09了 对 那 我总要保证一个队 我总要保证一个队的实力 是吧 所以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连运港第一场 对我们 我们跟小毛小杜他们打 我觉得 应该能拿下他们 你们是跟小毛小杜第一场 对 因为 那个 班尼跟我说的 他说的 连运港太厉害了 他说小毛小的都回去 我 我知道 我说他们都很厉害 但是我说 我们也不唱 我们也 我们也互不予 是吧 我们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 我跟你讲 董哥 还有什么 上文杰 还有一个杀手锏 杀手锏 还有一个杀手锏呢 对 可以 那就看看 我们 还有小毛小杜的 那这场比赛可真是有点意思 这场比赛有点意思 这场比赛可真是太好看了 必须的啊 必须得给他 把这个气氛给他搞起来 必须得给他搞起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俱乐部姚乐啊 我原来以为是不怎么科学 因为不是不能真正检验一个俱乐部的实力 是吧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像是我们球员规划一样 是吧 这个有道理 我觉得还是很 每个俱乐部的底都不了解 是吧 当然到现在为止 可能车友们都知道 我这个底都大概一定知道了 但是我还有黄牌 可以可以可以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没有 那你是睡不着觉 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排太多了吧 如果我这个实力就怎么样 是吧 如果按照我自己俱乐部实力 也没必要睡不着觉 反正因为就怎么样 是吧 但是我觉得能够 能够摇两个冷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是吧 可以可以 第一场就对连云港 哇 对 有点意思 这太多了 我们一定跟他打呢 我们存在一定的跟他打呢 就是说不定 可能 如果不摇轮的话 我觉得小毛小队不回去的话 我们觉得是肯定能拿下的 但是 回去以后 这个 肯定是我们因为 一定的年龄 确实小身高 也没有优势 但是大家会看到 我们一定的队伍 比我们09的肯定 从场上面的这个 踢法肯定是要好很多了 哦 纯粹就是 因为当时你跟张 张家康 你们也看到 董哥是吧 尤其是第二节 绝对是踢的OK的 不对 可以 所以这次其实也是 是挑战 也是机遇 你要是在全国 你能打得好 对吧 你这个09的能够出现 然后10的小朋友 能踢出漂亮的球 那你这一星细甲 那一下火了 你要俩队都出现 那你都 周总 你要俩队都出现 我建议你就赞助 这个 你就灌名了 如果两个队都出现的话 毫无疑问 是吧 必须的 现在是什么呢 董哥 我跟你讲 本来是我 10的4 10的跟联名港 后来班你说的 他说联名不太强 很强很强 所以我就决定 我们就 从强的干起 是吧 哦 也行 也行啊 这这也是一种方法 也是一种方法 可以 还有王牌 这王牌 那就等着 我也不问你 好吗 我也等着那天 看比赛揭晓吧 看一看 这个周总的王牌 再加上边路小马达 再加上能工善手的小黄毛 再加上西班牙职业教练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一场怎样的比赛 但是面对的是联云港 联云港 周总 我实话跟你说 联云港除了小猫小肚 也有王牌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们还有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 我们如果要赢了联云港 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张家康贝贝 张家康贝贝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死队的嘛 有一个苏州市队的 那孩子 那孩子有点能力 那孩子是省长辈的 省长辈的冠军球队的主力 他是苏州市队的是吧 对 对 他是 这小子在超级少年 有一次跟长城亚太踢 跟长城亚太踢一场球 我在旁边看嘛 苏州市队赢了 然后他就 左路突破 确实很犀利 挺好的 那小孩确实可以 那孩子在江苏挺有名的 08里边挺有名的 对 挺有名的 张家刚被我们老对手 大家就是 所以我就选择下半区 我说强强对手 对吧 当然上半区有强队啊 是吧 有强队 今天晚上你又睡不着了 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所以周总 如果你要是这个队能出来 那就证明着你这个 至少教练组的 捏合能力 包括临场指挥 你就可以 过关了 如果因为 教练的问题 队员没发出来 就是王牌 最后也没打出来 或者是好的队员 总觉得别扭 那就是教练 就真的 这真的是教练 那为什么说 有的教练能挣 四千多万欧元 一年 他就是这个 有时候这个教练 还是真的很 作用很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你反正你做好准备 就有时候西班牙人呢 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吧 他 他反应的不见得比中国人快 所以这时候可能 让西班牙人 教练呢 提一个大概齐的一个方向 战术 中国人 那个薛导 我看他挺有激情的 在场边喊一喊 可能对孩子 还是有帮助 有时候得喊出来 你们还要踢球说话吗 踢球说话呀 就是平常 每个人都在场上 就一边踢一边喊是吧 对对对 那就行 能喊出来就行 就怕那踢哑巴球的 那就完了 踢哑巴球的 越踢越哑巴 最后就不会说话了 喊不出来 这是一个好的 我们必须要求援 必须要开口 对 必须要开口 对 对 你给孩子有奖金吗 肯定有 怎么会没有呢 哎呦我去 厉害 我们教练 我们教练组都有奖金 哦 可以 那反正你出现 孩子 啊 还算好了啊 你两个队 如果都出现了 那你就 你就这冠名了 如果你打一折 你就买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撒撒水啊 撒撒水啊 谁说得别闹 行了休息吧 好吗 周董 好 咱们明天晚上 可能会有一个连线 到时候我给你连线 连运港的教练 好 好吗 OK 赵教练 你们两个 先先 盘盘到 好吧 好 好 再见周董 好 再见 拜拜 嗯 刚才的演出的这一幕呢 就叫 一个 一个 清训 俱乐部 老板的 冰火 两重天 一开始呢 说睡不着 睡不着呢 凡尔赛 为什么呢 幸福的烦恼 小黄毛 到底用还是不用 不用吧 我有三个后腰 坎特 若尔尼奥 科瓦七级 怎么办呢 后来呢 又加了一个 伯格巴 哎呀 好烦呐 伯格巴来了之后呢 完了这个 罗德里 也要过来 嗯 这几个人 怎么弄呢 科罗斯说 在外边先等一等 莫德里奇说 我也想提 烦恼 非常烦恼 非常烦 非常烦 哎 周董 但是我 我咱不开玩笑啊 我觉得一个人呢 就是如果你做这一行 你一定会为他 你一定会为他启示难安 就像你爱一个人 你不可能是 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揪心 啊 芬哥 谢谢啊 真的 就如果你真的 把他看得很重 你一定会为他 坠坠不安 这个坠坠不安 并不是胆怯 而是怕 有的时候怕爱不好 你比方说 你喜欢一个女孩 你并不是因为怕她 你你你并不是因为害怕她 害怕她 而是你害怕 你不能够很好的爱她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区别 所以周董现在正处在 这样的一个走心的状态 他并不是说害怕 这个比赛 而是他害怕 说 没有让这些孩子 能够 进行的那种绽放 把这个水平给他发挥出来 这是挺好的 这挺好的那种感觉 真的挺好的感觉 我就周总今天感受到的 实际上是我过去 大概三年多吧 三四年 经常能够感受到 像我们出去打比赛 可能你像班尼可能都知道 那有时候 一个就这三天的赛程 这三天 每天最多睡两个小时 每天最多睡两个小时 就完全属于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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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去思考 然后设想各种情况 出现了会要怎么办 完了 也是不断的排兵布阵 这个过程是对的 然后你打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浑身 浑身这个 这个 这个 疲乱 但是 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这个心理 因为比赛时间比较短 另外呢 这个确实是大赛 另外这个残酷的赛制 就没有 没有 没有后悔的 就是你 这把输了 输了就没了 输了就回家 这个对孩子的 这个锻炼 是很大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 第一 一个是你教练组呢 怎么通过什么方式呢 让他适应 就是你通过什么方式 得让这些孩子 逐渐的去先适应 另外一个就是 教练组通过什么方式呢 给他们鼓舞 这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物质层面 一个是精神层面 你单提物质层面 不见得管用 你单提精神层面 光喊着口号 他就不紧张了吗 不可能 你得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 两手抓 两手都要赢 也就是说 第一 你要为孩子 创造一个 去适应这种压力的 一个过程 第二 你要从精神上 心理上 有潜入身 你不能老喊口号不行 有时候你跟他 拉拉加成 就像我打利物谱 我就用父亲节 我就知道这帮孩子 如果在父亲节那一天 我说你们要为 你们的父亲而战 你们的父亲 风里来雨里去 是吧 这么多年陪伴你们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今天他们要看到一个 可以为他们而战的儿子 甭管是他们利物谱 还是什么曼联 在这里边的所有对手 只要你们豁得出去 你们都可以赢他们 这话一说 我含着眼泪上去 他什么利物谱 他那天 就打拉玛西亚 也能给他干 全哭了 你想想 都哭着上去 你想想 哭着上去 要比哭着下来 牛逼多了 真的 哭着下来的 全都是 就是输了 才哭嘛 哭着上去 但是确实得需要适应 所以 所以呢 我觉得 我提的这建议 周总如果不听 那也没办法 就是明天 星期四 星期四晚上队员都到了 把十几个教练叫着 对吧 从入场室开始 音乐一放 入场 就记好 往里面走 走完了之后 啪啪一列队 就给裁判说 门将 门将 都一吹 咔 抢 一堆人 呜上去 大人就开始抢 就不伸脚 就是身体上去 给压力 让他们 抬不起头来 得适应这个 对吧 行 我得马上 我得给连云港 赵教练 打个电话 我是双面间谍 小毛小兔 如果要输 一星西甲 这个是不是 我脸上没光啊 大家会不这么认为 如果小毛小兔 在连云港 结果还没干过 一星西甲 这个是不是 会不会也觉得 是吧 有点是是吧 会的 会的在吗 把这个看热闹的 都给他拉黑 我一说完之后 会的真干 还有七个位置正常 什么意思 还有七个位置正常 志鹏什么意思 志鹏你说 还有七个位置正常 什么意思 还有七个位置正常 哦 明白明白 他就说 你两个位置 是不错的球员 但你另外七个位置 如果 志鹏这个理论 是挺对的 我帮你解释一下 志鹏这个理论 一般来讲是这样 就是你 你哪个队 你也不知道什么实力 对吧 整体咱没见过 你就比较在这个 九个位置上的 个人能力 比方左后位对左后位 门将对门将 中位对中位 中锋对中锋 如果一个队 有六个位置 是占优的 那这个比赛 一般来讲输不了 你除非是教练太差了 对吧 但你说我只有两个位置 或者三个位置占优 剩下的六个位置 都是劣势 那这个比赛 就能不能赢 就看教练了 还有运气 真的 就为什么中国老输日本 赢不了韩国 赢不了日本 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在 这个 十一个位置上 你可能就俩位置上 都能跟人杠一下 剩下的都是 都处在劣势 那你说这怎么踢呢 这怎么踢呢 这就没法踢了 这比赛就没法踢了 对吧 但是周总呢 对他的这个 周总对他的这个 两个边路 我看一直就是 就特别骄傲 说是 我倒真的想看一看 一陵的边风 说想突破杜重逢 我不那么认为 就是他速度再快 没有 刘彬彬速度怪着呢 对吧 这个东西不好说 因为他有的时候是经验 对有的时候是经验的 还有身体对抗 所以速度呢 就是虽然说他可能 你打一陵的 他可能有这个优势 你打零九的 你看打什么零九的 是吧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 凡是依赖边风的 其实都必须有一个好的中场 你记着 边风是不可能 从边后位直接干到 脚球 完了突破 打类 什么过人进去的 很难 非常难 所以呢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这九人制 其实还有写法 你别忘了 他八人制啊 他一对一容易 九人制不容易 九人制 你边风突 他有一个边后位 如果人家是四后位 人家是四后位 他有一个补的 一般的孩子 一对一可以 一对二 小块都难说 你就更别说 分一零的小孩 要突两个零九的 那除非这俩零九太差了 那小矿 现在一对一 可能能突一个 但一对二 在小将体系下 一对二 十四 九四 是不会 不可能的 所以他现在也不一对二 但是老二呢 都有可能 因为老二呢 他建筑在高失误率的情况下 他有的时候也能够 他十四 他输了五次 但是呢 他去尝试 十四 他输了五次 他可能有五次成功 或者输六次 有四次成功 或者输了七次 有三次成功 但是小矿呢 因为他踢球比较合理 他认为一对二的 就不突了 他不突了 对他不尝试 他也不尝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其实 在 大家都在 都在 不断的去 想利用自己优势的时候 其实足球比赛 还有一点 他是意志 他是意志和反意志 意志和反意志 就是有的时候 你要牺牲你的特长 去意志对手的特长 因为你要评估一下 你的特长发挥了 和对手的特长发挥了 到底是他给你的伤害更大 还是你给他的伤害更大 如果你认为 对手如果一旦发挥 给你的伤害会大 那么好 你就不要再 想着你的特长的发挥 而你要首先要抑制对方 就这个 实际上是一个 就一个分析判断 因为可能都有特长 但是你觉得 比方说你原来中锋是特长 但是对方有一中位 你中锋一米六九 对方中位一米七一 你就会觉得 感觉要这么踢的话 灰子你那么上车干嘛呀 灰子 就是你觉得这个特长 可能不行了 就是你要单打 跟他 跟他打 灰子是喝了吗 灰子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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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就用这个号直播了 行 以后就是灰子 就用这个榜二了 来直播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榜二 榜二是灰子吧 把二是灰子 灰子 父子北漂的生活 啊 父子北漂的生活 灰子要灌名啊 纪战术这么繁琐啊 是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周六啊 周六大家 别 别睡懒觉了 赶紧起来 啊 看这个周总的 疑心西甲 对这个 对这个叫什么 对这个 呃 连云港 好吧 对连云港 但是因为 因为可能我想 这个周总 确实是 他实力还是有的 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队的 肯定还是有实力的 其实我 真正想关注的 第一 就是 小将队员 我首先关注的是 小将队员 在这个赛场上的表现 因为 因为我很了解他们 我很了解他们 然后我要看看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的表现 和他在基地内部对抗赛的表现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比较 我首先关注这个 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的 个体的训练呢 或者他个人的这个状态呀 有关联 对吧 这是第一 我最关注的 第二一个 从技术角度来讲呢 我关注的是 一星西甲的西班牙教练 因为我想看看这个西班牙教练 他在中国的这种比赛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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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围之下 这种单淘汰的场次之下 这种老板能够为 为这个比赛都睡不着觉的情况下 这个西班牙教练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 一个这个 呃 一个一个一个表现 这个很重要 但刚才他透露的是打三四腰 那么三四腰呢 他所谓的边呢 那就说有可能防守的时候还得落下来 对吧 他三四腰吗 他防守的时候得落下来 如果要真是三四腰的话呢 那打这个边边一位的这个人 就是如果一灵的小孩 嗯 他要不然就是防守有时候会落下来 做不到 要不然呢 就是 如果这边被压制 他就上不去 所以周总你做好准备 所以我倒觉得呢 其实这种比赛呢 就是这个赛就九人制啊 他是无限接近十一人 就理论上最稳妥的是四腰二腰 理论上 就是你相当于是 我因为我四个后备 我相对的再加一个防守后腰 这五个人基本上能够把防守做到大差不差 对吧 如果你三个就有时候就会有问题 对吧 你三个他打中间 你这边后备得收进来 你收进来 如果那个人边一位落不回来 这就是问题 那靖江涛 那你的右边肯定突露了 如果你跟靖江涛打 如果你用三后备 我预感到 那就基本上就花了拉 真的 因为我见过这个孩子 我见过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能力非常强 这孩子突破节奏非常好 而且他也能走外线 走外线 也能走内线 哎呦我天哪 这一下靖江涛今天又成网红了吧 靖江涛 靖江涛没事 靖江涛呢 是苏州体校的 这个这个08的 这苏州体校 苏州体校呢 跟我们都是兄弟球队 另外呢 呃 这次苏州足协 作为我们这个2034的主办方 而苏州足协的秘书长 呃 蒋秘书长 本身也是在苏州体校 做了13年的校长 所以 但是很遗憾 就是苏州体校这次没参加 苏州体校跟着 要跟着四大足校就混去了 是吧 有点瞧不起我们民间赛事 开玩笑啊 开玩笑 苏州体校还是能力很强的 因为苏州体校在马力来杯上呢 07拿了个亚军 这一下 这这这队一下就值钱了 07 全中国拿了亚军 啊 那那好几个足校都在他后边 啊 利浩杯啊 啊 利浩杯 啊对 马力来杯08的 利浩杯 拿了亚军 嗯 所以这个苏州体校 这个07这个队很厉害 门向一米八五 有一次我们 我们说我们 我们在苏州 我们想跟苏州体校08的体 结果 我看这来了四五十人 啊 07的 08的 09的 全来了 完了非得打我们 非得 一开始就 非得先上07的时候 打个样 干我们一四比零 那我一看那门将 一米八五 那么能懂 小孩 那么懵了 都 那怎么打呀 打不了 苏州体校07的 确实厉害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咱们让 让周周周周总也早点睡吧 好吧 还有两天 我还真的 我还挺期待 这个周六的江苏赛区的 明天是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说着北京的比赛 北京呢 16个队参加 得用三到四个晚上 在北京一撞 得把这比赛打完 鼓楼是冠军 鼓楼也可以 鼓楼呢 这个蒋教练也 没准也有王牌 现在这个比赛啊 最逗的就是 他因为有这个姚人 再加上08 所以他充满着 无限的悬念 真的 充满着很多的悬念 这个比赛 他不像别的 你别像 都是这个09的 完了就这些人 那这比赛没什么意思 就是 所以说这个比赛 对孩子是一个综合的锻炼 对中国的清训教练 也是一次综合的锻炼 因为全都是遭遇战 而且全都是单场淘汰 有的时候突然间 一张王牌就打出来了 你怎么应对 所以这比赛 才叫真正的好看的比赛 明白了吗 我就是我不得不说 就是当初 我坚持这个赛制 包括我提的这个可以姚人 包括我提的加08呢 我认为现在印证都是正确的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比赛变得充满悬念 是吧 他第一对参与者是个锻炼 他是一个综合的锻炼 明白吗 第二一个对围观者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件事情 因为你说不上来什么事 你熟悉09的 但你熟悉089月份的吗 突然间一个089月份的出来 那有可能就是大哥大 明白吗 小矿老二都不在了 因为他比你大半年 他比你多吃半年的奶 小将没有08了 我们就是09的大 输就输呗 这比赛就是 展示一下自己吧 不挺好吗 对吧 因为都是锻炼嘛 是不是 我就特别希望那种 单场淘汰 完了一直零比一落后 最后时刻 捕食 帮帮连进俩球 绝杀 翻盘 满场飞奔 那感觉多测试啊 这要比呢 三场小组赛 打完两场两平 最后一场不知道多少能出现 不知道跟谁 打完了赢了这场球 踢完了之后一比一 也不知道怎么能 谁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老百姓看半天 没结果 没结果 第二场再看 第二场二比二 又没结果 哎呀 看连看两场 没结果 没结果 不知道谁跟谁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想想 就哪有这刺激啊 一星西甲是总冠军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现在你们是把周总 你们以为这冠军是不是出钱买呀 你们是不是以为是冠军是出钱买的 那有可能周总冠军 你怎么说呢 你怎么能说周总是冠军 别闹好不好 你捧杀 对吧 但是周总的队伍进总决赛的决赛是可以的 就有可能曲曲亚军 这是有可能的 哎呀 这差不了太多啊 这都是在捧上 周总先那个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献出了吧 好吧 先把这个写 就周总先得一周冠军 明白吗 先别得总冠军 先得一周冠军 就这周先把这个冠军拿下来 好不好 但是说实话呢 你像常春亚太就挺强的 常春亚太不弱 常春亚太有时候跟成大鲁能什么的 都一个球 都一个球啊 就是微小微小的差距 就常春亚太也来了 重庆也不弱啊 重庆好几个在小巷都都曾经 试讯过 重庆 对不对 丹邦剑的 王洪明啊 张丁航啊 是吧 这这这些孩子不软 不软 而且也是外教 对还有星辉呢 星辉能弱吗 深圳 我觉得深圳 可能是不是 鸾臣 西班牙竞技 但我觉得深圳 深圳还是有差距的 我觉得啊 咱们客观说啊 我对哪个都没成见 我觉得深圳还是有差距的 你看比赛的节奏强度 你就看这个 你不用看 我教大家看球啊 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会看球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懂球 事实上并不这样 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球和你琢磨球 这两个概念 你就有多少个日日夜夜 你再琢磨他 和你就有球就看 完了一块慢慢练了 这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愿意跟你分享一下 青少年的比赛怎么看 好吗 第一呢是看节奏 节奏 就是你慢节奏 你慢节奏下 和快节奏下 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相当于有监考老师 和没监考老师 这他妈考试是两个概念 好了再见周董 我再聊三分钟 一个是 首先是看节奏 就是你看这比赛 你看一眼 你看这孩子拿球 完了摆弄走 传球速 你就这个 就是就是节奏 就跑啊 双方在这跑 就你就 你是这么看 还是 你是这么看 还是 还是这么看 第二个很简单 看球速 就传球的力度 你看那球 这个就没戏 啪 这就不一样 没有了吗 还有一个什么呢 看转换 就你就看 就是这个蓝队进攻 蓝队丢球了 你看瞬间 你不要看红队 你就看蓝队 他一丢球了 你看这蓝队这几个人 干嘛 如果说是八个人里边 有六个跑了 六个开始往回跑 这队就不错 如果八个人里边 就四个往回跑 这个队没戏 一轮游 如果说是八个人里边 就俩往回跑 这个队小组赛出不了线 就是分区赛 根本出不了线 你明白吗 你就看这个 你不要看这技术 没有用 技术是相对的 你看这技术干嘛 就跟看技术 就相当于 你看直播 你看脸 你都不知道 这脸是真的是假的 你听很多人说 董哥你什么时候 留的胡子 对吧 你看技术 你就相当于看脸 一点用没有 你看节奏和对抗 相当于看身材 身材可能还可以 还是比较符合 那看脸一点用没有 就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看转换呢 你转换呢 是相当于看什么呢 可能你看的是 气质 气质 这个气质是不一样 你看有的女的很漂亮 或者你看着这个 网红AI换脸 你觉得他就还不贴 但没气质 跟活死人一样 是不是有的对象 活死人 不是有的对象 有的是女人 像活死人 就很漂亮 但是是活死人 活死人 什么叫气质 就是气质 就是说 哪怕我们 我是素颜 我往这一站 我那个整个 那个劲儿 是不一样的 所以转换是气质 转换是骨子里的 他下意识的东西 转换 球丢了 干嘛 这是下意识的东西 还有一个 你说 东哥你说的 他妈太复杂了 我就 我再教你一点 就一件事 就一件事 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就这一件事 去衡量这个队伍 是不是训练有素 整体实力怎么样 就是 这对方一个大脚 不是 对方一个长船 打到禁区里边 这边后卫 一脚给解围了 完了 你马上看这个后卫 他要是解围了 马上呼啊 往上提的 这个队 分区赛冠军 如果这个球 打上去了 这哥四个里边 三个后卫 还四个后卫 原地但是 看看完了 往下走 这个队 进决赛 也是一轮游 好了吗 这简单吗 是不是很简单 你开大脚 里边的学问 就这个 对方进攻 到禁区里边 这个后卫 咚一个大脚 给解围了 完了 你就看这几个人 在干什么 明白了吗 就看这一件事 这咚解围了 啥啥啥啥啥 这是一个 咚解围了 走啊 走 走走走 这个 好吗 江苏复活了 是吧 好 祝贺 那就不用江苏 不用江苏队来了 好吗 不行了 快点 两个多小时 好了 两个半小时 好 再造月味 好 行 吃造月味 好 拜拜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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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